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了开始与俄罗斯谈判,俄罗斯军队应撤回到2022年2月24日之前的原地 叶尔马克强调,泽连斯基总统从未讨论过领土妥协 只是需要尊重国际公认的边界 然而考虑到围绕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他准备交谈 前提,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是乌克兰领土 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们反对冻结战争 但我们希望结束它 全球南方国家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和武力吞并领土 这些事实让我们感到鼓舞 为了开始谈判,我们必须回到两年前 俄罗斯第一枪响之前的状态 然后我们将讨论如何,恢复我们的主权 直到1991年的边界,叶尔马克还表示 我们不在乎普京说了什么 我们不能在渴望战争的人的支配下制定和平提案 当我们感到强大时,我们将准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将在与俄罗斯谈判时得到全球南方的支持 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第二届和平峰会推迟到明年时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条件合适时进行,最好尽快进行 战争研究所报告称,随着俄罗斯继续在接触线上花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 维持战争的成本将增加,俄罗斯的资源是有限的 普京不能无限期的忽视这些成本 俄罗斯经济将达到倦怠的地步 这场崩溃将对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可能会迫使普京做出重要的决定 决定如何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源 或改变战争的发动方式,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 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争努力,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给普京在长期维持战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10月27日,华人顿邮报称,俄罗斯经济面临过热的风险 因为过度的军费开支,推动了经济增长 迫使公司提高工资,以保持高军心的竞争力 俄罗斯央行行长在7月警告说 该国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几乎耗尽了 华人顿邮报指出,俄罗斯私营公司正在努力的 与军人工资竞争,越来越多的被迫提供 比典型行业平均水平高出几倍的工资 俄罗斯地方当局大幅增加了合同兵的一次性的签约奖金 以维持每月约3万名士兵的部队生成速度 这凸显了俄罗斯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 因为该国正在努力的应对不断上升的财务和社会成本 以补充接触线上的部队 普京可能认为 另一次部分动员或全面动员对他的政权来说 在政治上代价太高了 因此他转向了加密动员策略 这给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报道称朝鲜军队最近抵达俄罗斯 并被部署到了库尔斯科州的战区 这进一步凸显了普京整个军事力量体系的不稳定性 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战报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俄军损失1680 7辆坦克 40辆装甲车 51门火炮 100辆军车 68架无人机 14套特种装备 自俄罗斯全被入侵不堪以来 俄军损失690720 损失了9120辆坦克 18395辆装甲战车 27660辆各种军车 19872门火炮 1240套多管火箭系统 984套防空系统 369架飞机 329架直升机 17867架无人机 28艘舰艇和一艘潜艇 前线的局势仍然具有挑战性 俄军进攻主线仍然是布格罗夫斯克方向 并在库拉霍夫前线发动了20多次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称 尽管我们的守军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但敌人继续试图渗透乌克兰军队的防御 在哈尔科夫前线 俄罗斯军队试图突破乌克兰军队在沃夫昌兹克地区的防线 但守军抵抗了他们的攻击 南部战区国防军发言人沃洛申在广播中表示 乌军继续控制加布罗瑞州 乌瓦德涅附近的所有优势高地 并试图恢复其阵地 俄罗斯正在升级其在扎布罗瑞州南部的行动 同时他继续在乌坎东部的东巴斯地区推进 俄罗斯人说他不会称乌瓦德涅为定居点 而是位于低地上的一个简单的开阔田野上的点 这使得他难以防御 图片10月26日 俄罗斯在扎布罗瑞州和顿涅茨克州行政边界的估计推进 莱瓦德涅以黑色的标记突出显示 沃格申称俄罗斯军队在该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 取得了部分成功 并泄入了乌克兰的防御 但他没有说明 莱瓦德涅被乌军占领 根据沃洛申的说法 俄军在10月初占领顿涅茨克州的乌赫达尔后 加强了在该地区的行动 莱瓦德涅位于加布罗瑞州和顿涅茨克州的行政边界附近 位于乌赫达尔以西约50公里处 加布罗瑞州以东100公里处 俄罗斯人于10月27日 占领了顿涅茨克州 多克罗夫斯克区的赫尔斯克村 除此之外 俄罗斯人在其他的接触线也有部分进展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截获了俄军通话的信息 俄罗斯正在用挂有民用牌照的卡车 将朝鲜军人运送到前线 乌克兰国防情报报告称 2024年10月27日 俄罗斯警方在库尔斯克 沃罗尼日高速公路上 拦起了一辆装有民用牌照的卡马兹卡车 卡车上装载着朝鲜士兵 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中 俄军第820禁卫海军步兵旅的军官 试图确定停下来的卡车 是否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 以及司机为什么缺乏所需的文件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 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约为60多万人受伤和死亡 俄罗斯自己已经杀死了很多俄罗斯人 许多应征入伍的俄罗斯士兵 被俄罗斯军队自己杀死 因为他们害怕前进 害怕被子弹射击杀死或受伤 他们跑回去被自己的军队杀死了 如果不计算这个数字 他们大约有65万人伤亡或死伤 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并没有将其死亡的士兵 从战场上移走 他说在乌克兰东部 俄罗斯正在将其士兵 推入绞弱机 将他们用作炮灰 并将他们成堆的尸体 扔向我们 俄罗斯连他们士兵尸体也不收走 此外 泽连斯基指出 在库尔斯克行动之后 乌克兰军队看到俄罗斯持续的 袭击自己的领土 并杀死留在库尔斯克州的平民 与对待乌克兰人的手段一样毒辣 泽连斯基宣布准备在未来 一周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乌克兰伙伴进行接触 他预计对乌克兰的支持计划将会增加 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 今天我们准备与合作伙伴一起度过整个星期 特别是与我们欧洲伙伴 那些以非常有原则和有效的方式支持我们的人 泽连斯基表示 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作形式 乌克兰加上北欧国家 在这种形式中 不同领域的互动不断的增加 防御政治和经济 这一切的核心 是我们基于价值的互动 我们对欧洲生活的愿景 以及我们希望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欧洲类型 绝对安全 绝对民主 绝对有能力保护欧洲人的利益 感谢这种形式的每个国家 芬兰 瑞典 挪威 丹麦 冰岛 并分享了他对他们支持胜利计划的期望 泽连斯基补充说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侵略者制造麻烦 这样俄罗斯就会失去 让世界生活变得更糟的能力 我们将与北欧国家讨论新的决定性的步骤 这些步骤可能会以公平外交的名义 增加对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压力 普京称是否使用朝鲜军队是俄罗斯的事 那么西方也可以这样说 向乌克兰派兵是他们自己的事 先让一见 如果西方不向乌克兰派兵 并在援助基础上没有升级 乌克兰将会更加的困难 乌克兰一旦失去库尔斯克突出部 俄罗斯就会让朝鲜军队驻扎在边境线附近 把解放出来的俄军派往乌克兰前线 现在俄罗斯人还能在乌克兰前线保持稳定推进 再增加进攻力量 就会加速进展 可行的是西方无需参战 给乌克兰看好非战斗基础线边境就行了 如白鲁斯边境 摩尔多瓦边境 解放出更多的军队部署到东部 上周六 德国莱恩金属公司负责人阿明帕佩格宣布 其第一个乌克兰生产设施 迄今为止主要用于修复战斗损坏的车辆 已开始制造KF41版本的奢利步兵战车 第一批约十辆装甲设备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军方交锋 帕佩格称第二家工厂即将完工 另外两个用于弹药生产和推进剂 制造的设施的计划进展顺利 事情正在取得进展 第一台工厂已经准备就绪 第二个正在路上 现在我坚持要加快所有的这些工作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们不应该浪费它 帕佩格补充说 我们完全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 确保基本设备能够在乌克兰国内生产和维护 来源金属和乌克兰政府 调定了一项开始生产设立装甲车的协议 该协议于三月和六月 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复苏会议期间开始讨论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卡梅申当时表示 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国防合作的重大进展 帕佩格说我们为人们开展了一个强大的培训计划 教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们能在一些问题上非常迅速的取得进展 当然从德国方面和武汉方面来看 有时会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 但是最终一切都会顺利的进行 设立战车被军事装备业内人士描述为 莱恩公司的旗舰装甲战车 于2016年首次亮相 它有两种配数 38吨KF-31型号和更大的KF-41型号 具现这是在乌克兰制造的版本 KF-41重约50吨 由114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这使其能够达到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设立由双层防弹装甲保护 并由金属和陶瓷层组成的附加模块化装甲增强 该车辆的模块化装甲可抵御动能武器 火箭推进手动弹 并可抵御还有重达10公斤TNT的爆炸装置 KF-41可以配备主动保护系统 能够拦截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 该战车有三名成员 车长 炮手和驾驶员 它可以在后舱运送多达8名装备齐全的士兵 使其能够将步兵安全的部署到战场上 成员安全是车辆设计的关键要素 弹药与模块化成员和人员舱分开存放 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装甲被穿透时 发生灾难性爆炸的风险 设立主要设计为步兵战车 旨在使用安装在炮塔上的30毫米或35毫米的自动加盟炮 和反坦克制导导弹运送和支持其步兵有效载荷 德国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莫茨表示 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远远不够 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远程金牛座导弹 这不会使德国成为战争的一方 这是莫茨对极左翼政治家萨拉瓦根克内希特 发表的声明的回应 瓦根克内希特说 如果我们按照莫茨的要求去做 德国就会加入对俄罗斯的战争 莫茨回应说 运送金牛座导弹绝不是参战 顺便说一句 瓦根克内希特女士帮助乌克兰就是为了德国安全 你也知道这一点 他强调 军航导弹将使乌克兰能够 比喻违反国际法的俄罗斯侵略 法国和英国等国家 已经在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 而我们没有行动起来 莫茨被德国民众称为替代朔尔茨的最佳人选